今天呢我们节目里面第一个音符要认识的是全音符 它的表达是一个数字后面加上一二三条增实线 那么这一条线呢代表是增加畅它的一盘 我们知道一个数字呀是畅一份的 一条杠的增加畅一盘 那这一共呢我们畅够四份就行了 所以说它的正确读法我们呢举个例子 比如把这个叉呢换成一个咪 我们来读的话就应该是咪唱够四份就行了 这是我们全音符的表达 那么二分音符呀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表达呢 一般它的节奏是我们唱够两拍就行了 那它的表达应该是一个数字再加一条线 其实说白了啊就唱够两份加一条这个增实线 那我们在读的时候两拍的表达该怎么读呢 我们也举个例子还是以咪为例 加一条线就是一个二分音符正确读法 咪两份 这是你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预见的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节目里面的四分音符 这个音符我们在唱的时候 它的表达呀更常见 一般就是一个音符就是一盘 那这个音符见多不怪啊 比如我们在节目里面随便写啊 Doremi啊 Sawa这些音符都是一个数字是一盘 他们都是四分音符 你也不用记 会读就行了 Doremi Sawa等等 非常多 那么最重要呢 就是我们呢 要学的是八分十六分 还有符顶四分和八分 这四个是重中之重 一定要好好清 首先呢 八分一符的表达呀 你们一定见过 它的表达是一个数字 再加一条线就可以了 那么数字下面加这条线叫减实线 它的含义就是减少它原来的一半 原来不是一盘吗 减少一半 我们自然就唱过半盘就行了 所以说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证据表达呀 一般呢 它常出现的形态是两个数字一条线 你们见过吧 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 读法应该是一下以上 Doremi right Doremi right 一下以上 那以后同学们记住 任何一个音加一条线唱过半盘 这个音符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八分音符 就唱过二分之一盘 对不对 就是一个半盘的市场 那么最重要的第五个音符呀 就是我们的十六分音符 这十六分音符在咱们节目里面的表达 一般是要加两条线 那我这样写的话 你可能感觉有点难啊 但是我给你把原型一写 你就感觉会了 这个它的时长的唱法 比如在咱们节目里面 最常见的是四个数字两条线 怎么样同学们 见过没有 那四个数字两条线里面是四个十六分音符 合到一块为一盘 你比如我给大家写个简单的案例 四个数字分成的 平均分成四分 把一整盘 do re下来 mi re上来 do re mi re do re mi re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四个十六分音符呀 组合到一块的要记住 那么后面呢 第六个呢 是我们的符点四分音符 它这个点前面是一个四分音符不是一盘吗 对不对 这个点呢 是个符点 代表是延长唱前面这个音符的一半 那不就是延长唱一半吗 对吧 一半不就是一盘的一半不就半分吗 所以说这个音符的唱法应该唱过一盘半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也在旁边举个例子 你比如这个音加个点 我们把这个音呢 换成这个骚 这个点后面加个mi 那么它的加一条件 正确读法 你看骚是一盘半 mi是半盘 骚 mi 会不会了 很简单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符点八分了 俗称小符点 那么这个类型音符呢 就是一个音符呀 下面又加一条线 加个点 如果这个地方同学们看不懂 我给同学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还是以骚 加个点 加个mi为例 它的表达一般是这种的 看到没有 一看是不是就感觉非常容易了 把后面一看 前面这个骚呢 是一半 这个点呢 延长唱它的一半 就是半分的一半到这里 这个mi呢 在边上一个十度分音符 是不是 正确读法 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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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大大 所以说 这是我们的符点八分音符 你学会了吗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